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享受广告之乐 同时也承受着广告之苦 比如你上网 只要你一点这页面 蹦的就先弹出一广告 这广告不管你爱看不看 它就在上面停留着 有时候你要把它关掉 一关 啪又打开另外一个 关的那个地方 弄得极小 尤其是现在手机上看的时候 非常难点中它 这是广告商诚心要求的 就让我们享受这广告之苦 但你有时候还是享受广告之乐的 是吧 广告有的很好看 比如下雨天 什么跟音乐很配 你们都很清楚 而且广告上有时候能看到 你最喜欢的明星 有的广告非常有意思 百看不厌 因为广告的时间很短 非常短 30秒 15秒 甚至5秒 所以它就要精益求精 我看到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说去年2015年 全世界大概花了有4万亿的广告费用 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他说的4万亿大约是人民币 人民币 全世界要花4万亿人民币的广告 我估计中国至少花了一半 中国人 一开始是没有看过广告 比如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广告的 第一次看广告非常新鲜 对不对 这个广告 怎么会用广告 广告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东西 凭什么让我们看呢 一开始广告出现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很新鲜的 慢慢慢慢就开始对广告有所厌恶 我们现在的广告呢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分成几个类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第一类呢 都是形象类的广告 这种广告不直接卖你东西 你比如大公司 撬牌广告 撬牌石油 你都不知道石油在哪 是吧 你不怎么买这东西 你比如有的大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它做一些都是形象类的广告 它要建立它的形象 你比如飞机 波音飞机 卖到飞机 全世界就两个大的制造飞机厂商 他们做不做广告都有人去买 它为什么要做广告呢 要建立它的公司形象 尤其大公司的形象 一定要通过广告建立起来 再有一种呢 就是很实际的广告 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广告 就让你消费的 比如洗衣粉 饮料 牙膏 这你天天看药品 等等 你看得见的这些直接消费的 这种广告呢 是最多的 这些广告啊 直接跟它公司的业绩发生关系 对吧 你广告做的多 你业绩就好 你广告做的少就不行 是吧 一看你这不做广告 大家说这公司快瞎了 还有一些这个 大型类的商品广告 对一般人是无关的 只是让你产生一种羡慕 比如私人飞机啊 游艇啊等等这些东西 再有就是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最初是没有的 这些年越来越多 公益广告 比如说野生救援公益大使 本人就是野生救援公益大使 所以那句著名的广告词 就是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这些广告都是公益的 包括制作呀 这个播出啊 都是免费的 那么再有呢 你比如有征兵广告 西方有征兵广告 还有尊老爱幼呢 等等 包括预防疾病的呀 比如红丝带广告啊 等等 这些都是公益广告 再有呢 就是一些禁止广告 限制广告 比如香烟啊 香烟是这个 香烟是不允许做广告的 你要做上面就得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 比如你所有的烟盒上 都得写上这句话 西方有的国家 更严格必须印上一个被 这个烟熏坏了的肺 或者是肺癌的那种一个肺液 看着特有恶心 就是不想让你吸烟 那么我们有一句老话 古时候有一句老话 叫酒好呢 不怕巷子深 也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就只要你这个酒好 你搁到哪儿 都是靠口碑去传播的 那么这靠口碑传播的事情 必须要有一个耐性 就是你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有时候一个好久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才知道那有一个 那个巷子里有一种好酒 今天这种先忽悠 后做商品 好像从某种情况下 变成了一种趋势 对吧 这跟古代有很多相反的地方 因为我们跟传统的农业社会 跟工业社会 已经完全的不同 农业社会先拿商品 工业社会也是先把商品做出来 慢慢慢慢把这个企业养大 现在恨不得这企业一出现就想变成一个大企业 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 已经改变了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 扼杀了 或者说可能扼杀了很多好产品出事 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能力做广告 我就兢兢业业 做一点小商品 结果没有长大 最后就萎缩了 所以给了很多我认为并不好的商品意义 立足之地 那么这个中国广告 据说有数据测试 就中国广告的转换率是世界第一的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爱做广告 就是中国的广告率是 就转换率是世界第一的 我们尤其那种很初级的简单的商品 非常容易受广告的影响 对吧 我们的广告呢 由此变得简单粗暴 对吧 我给你念两词你们听听 发家致富靠劳动 这不用说了 勤俭持家靠京东 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养殖资料靠恒大 诸肥激壮鱼称霸 你听听 恒大资料 再有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广告 当年在央视没少播 叫挖掘技术哪家墙 山东济南找蓝翔 所以这种简单粗暴的广告 就是 就差点说 那厂家就差点说 你要不买我我就抽你 就这意思 太直接了 一点都不优雅 你看 古代的广告反而特优雅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悬壶济世 这壶呢 就是葫芦 过去汉代有个人叫费长房 他这个就是悬壶济世 所以我们民间才有了 葫芦里面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子 这样的俗语 那么这种食物广告 过去挂一葫芦 门口挂一葫芦 这就是药房 宋代的时候 这个 街市上挂一银碗 挂一银壶 干嘛呢 就是卖酒的 这个挂什么 卖什么 挂一羊头呢 不是卖狗肉的 挂羊头过去 就是卖羊肉的 如果挂羊头 卖狗肉 那就是名不副实 广告是双向的 有的广告是反向的 不是说我要卖东西 而是我通知你一件事 比如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叫玄于太守 厚汉书里杨绪传的所载 杨绪呢 是这个泰山平阳人 就是今天泰安人 他为官清廉奉法 他在这个卢江南阳 这个两郡任太守多年 从来不受人家请受贿 不以权谋私 那么他到南阳郡上上任不久 他属下有一位 有一个官员 就给他送来了一条 当地特别有名的特产 叫什么呢 白河鲤鱼 杨绪就拒收 说这个我不能收 推让再三 但这位官员 觉得这个太守 这个推这个意思 是个假推 不是真推 所以就把这个鱼 执意就留下了 当这位官员走了以后 杨绪就把这大鲤鱼 就原封不动的 直接挂在屋外的柱子上 然后风吹日晒 就成了鱼竿 你知道这鱼不一定会烂 它有时候风大的地方干燥 它就干了 成鱼竿 后来这官呢 又给他送了一条 更大的这个白河鲤鱼 杨绪就把他带到屋外 就看这个 带到这个柱子前 就看这个柱子上 已经成为鱼竿的鱼 说你看 你上次送我的鱼 我让你拿回去 你不拿回去 现在都已经成了鱼竿的 你这回以此拿回去 然后这个官员呢 就感到很羞愧 就自己悄悄地把鱼取走了 此事传开后呢 南阳郡的老百姓呢 就觉得 哎呀说 这真是来了一神人 说真没想到这清官啊 如此清廉 所以就竟称他为玄鱼太守 从那以后啊 玄鱼就变成 清廉的一个象征 你官员只要在门口挂一个鱼啊 这就是清廉的象征 导致后来的鱼已经不是真鱼了 就是一个木头做的鱼 表明我自己为官 尤其心到一地为官的时候 挂一条鱼表明我自己是清廉的 你不要来贿赂我 广告呢 这是实物的啊 我们先说的是实物的 其次就是叫卖 叫卖广告呢 今天呢 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电视啊 网络上的都含有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都是叫卖广告 比如宋代啊 东京梦华路就有记载 就说春天的时候啊 很多卖花的人就全来了啊 各种花全开了 到了春天 然后呢 这个卖花者呢 就有码头竹篮 什么叫码头竹篮 就那个竹篮前面凸出去一块啊 插满了花 然后呢 歌声呢 非常好听啊 新奇 就是他得编排啊 然后呢 所有的人从睡梦中惊醒呢 都觉得 哎呦 这个春天终于来了啊 说这个 昨晚喝酒的也醒了 今天起早的也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心愁意感 忧恨悬生 就说当时呢 这是一个景色 这种有叫卖者 一定是有板有眼啊 还得有韵味 然后他就逐渐逐渐发展成一种 口头说唱艺术啊 我们今天的好多的广告 其实都源于此 你们看到有些带音乐的 带唱腔的这些广告 其实都是我们在一千年前就有过了 那么还有一种广告方式呢 它是通过物件发出的声音 来告诉你 我来了 我们今天理发都是去发廊 这发廊也不能轻易去 反正是去发廊 那么过去这个剃头呢 经常在这个马路上 在街上 胡同里都有 就过去不是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吗 剃头挑子就是有人挑着吗 那么他们不能喊我剃头 剃这字不好听 所以他有一个东西 这东西呢 是这样的 铁的金属的 越来越细 中间呢 这个带有很强的刚性 成为这种弧形 这个剃头师傅 这手拿着 这手 噔 有一东西滑过去 一滑过去 噔 噔 很想 能传得很远 这东西有个名字 叫换头 就是 我的声音把你叫唤出来 把你出来 出来好理发 据说这东西啊 是当年慈禧太后赐给剃头师傅的 也不是真的假的 比如磨刀 我们今天都是 也没地磨刀去了 好像都是自个儿在家里磨 我们家那刀不快了 也没辙了 买一个杠刀棍 杠半天也不快 过去这菜刀一顿了 准有磨刀师傅来了 磨刀师傅拿一什么东西呢 拿一铁叶子 七片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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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 大老远就听见了 然后到哪一坐 然后出来 磨剪刀一毛五 磨菜刀两毛钱 把你菜刀还抢一遍 有的过去那菜刀 使得跟狗牙似的 给你抢一遍 最后给你磨得飞快 是吧 这东西呢 也有人叫金龟叶 什么叫金龟叶呢 就是这个女性的 这个龟房的人 听见这声就出来了 你比如过去卖馒头还吹牛角 这个打小鼓 打小鼓很有意思 北京过去 这个打小鼓就是收鼓动 也收破烂 所以呢 它为了区分这事 这打小鼓呢 就两种 一种是硬鼓 一种是软鼓 这硬鼓和软鼓是声音之分 那软鼓可真不是说软的 跟个皮囊似的 敲的敲不出声来 不是 硬鼓是嘣嘣嘣的那声 软鼓是嘣嘣嘣的那声 嘣嘣嘣嘣 一听你肯定就分出来硬软了 硬鼓啊 这就分类了啊 硬鼓是收旧货的 收旧货的时候 就难免不收到古董 所以硬鼓都是有钱的 穿着也好 穿着大褂 人也干净 加一包袱 拿一小鼓 嘣 嘣 在楼道 不是什么在楼道里 在胡同里走 在楼道里让人给轰出去了 在胡同里走 经过大户人家的门 说 有时候这门就打开了 漏出一缝来 一招呼就进来了 进来以后说 说太太 说 来了 来了 说您有什么呀 太太说 您看 我这有一瓶子 您给多少钱啊 说您看这行 我给您一大洋吧 给太太 偷偷拿这钱的 补贴家用 或者是私房钱 这打硬鼓的人呢 他见过世面 他去逛的这胡同 都是大胡同 小胡同他不去 小胡同里不出好东西 他名义上收旧货 实际上就是要收古董 看这家里有什么 有的这个大户人家 老爷 这个娶了几房太太 几房太太 都互相偷东西 偷老爷东西 或者自己什么东西拿走 就给偷偷卖了 卖的全人利润 所以不在乎 卖多卖少 这打小鼓的 就喜欢碰见这种人 碰见这种人呢 他还给他点福利 这什么福利呢 我告诉你啊 这在旧社会啊 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特流行 这打小鼓的人呢 他这包袱里啊 加一本春宫 给这女主人看两眼 这是福利 不要钱 让你看两眼 还不能让你全看了 赶紧就合上 说千万别等老爷回来 这算什么 就家人走了 下回打小鼓的 一到这儿 太太准推给门 啊要进来吧 进来以后干嘛呀 我赶紧卖你一东西 你再把后面那两片 给我瞧瞧 那么打软鼓的 他就是收破烂 说白了 全是收破烂 所以打软鼓的 这种小贩呢 他就不去这大胡同 他就去这小胡同 他都很清楚啊 哪个地方能出东西 你觉得这事新鲜吧 不新鲜 他的职业 让他积累了很多经验 我当年啊 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 喜欢这个收藏 喜欢这东西 没地儿找去 整个中国没有这种市场 也没有拍卖行 也没有商店 什么都没有 你上哪儿找这东西去 你就得通过这些 打小鼓的人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在出版社呢 有个人来找我 说 说你不喜欢这个吗 我带你喝街去 什么叫喝街啊 喝街就是这打硬鼓的 只不过打硬鼓的人不出声 就敲鼓 谁都明白了 后来这个行当不是没了吗 就必须喝街 就是沿街走着喊 有古董我买 有破烂我买 就这么喊 后来我说 这我都丢人了 我跟着你去 你这好满街的喊 收费品呢 我跟着你 不丢人不去 他说你要嫌丢人呢 你跟我保持一段距离 我喊出来以后 因为我不认 说我喊出来 白喊出来 说我带着你 我一喊出来 那你就凑过去看 看这东西不错 给我一个信号 咱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我就便宜卖给你 就这意思 这些人 就积累了 很多喝街的经验 他就告诉我 哪条胡同能喝出东西来 哪条胡同 你白喝 你在那喊破 嗓子也没有 为什么说这胡同 都是穷人 没有 没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很清晰的知道 整个北京城 乃至北京城周圈的地方 什么地方出东西 比如当时他告诉我 通县出家具 我说为什么通县 通县当时你今天 叫通州区了 是北京市一个区 过去那通县 离这城里远着呢 骑着丁车 得七号鱼钟头呢 那为什么有啊 他就有道理 当年黄花丽家具 由苏州做好了以后 从南通起运到北通 北通就是北通州 北京通州下船 然后再经过商人 贩卖到北京城内 那么你比如一次进了 十张八张桌子 卖了那么九张 还剩一张怎么办 自个儿留着用 所以通州出了很多 黄花丽家具 他一定是有道理 那么过去啊 就清朝啊 末年 民国初年的时候呢 北京的这个广告啊 就这种街头广告 实际上是使北京成活色生香 二十年代有个英国诗人啊 曾经写过一本 写过一篇文章 就叫北京的生育色 写的就是这事 他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 用这个招来顾客的方式的 种种声响呢 他形成成什么呢 他说形成成街头管弦乐队 他分别列举了 哪个是管乐 哪个是弦乐 哪个是打击乐 对不对 他说那个走街穿巷的理发师傅 就剃头师傅那个 登那换头啊 说那声音啊 就很像西洋乐师用的定音叉 你看我们的大乐队都有定音叉吧 那个拨浪鼓啊 拨浪鼓 硬鼓 布饭的 有两种 打小鼓是单手打 这个软鼓也是单手打 那个拨浪鼓是 是这么拧着打 两面打 咯咯咯咯咯咯 这是拨浪鼓啊 拨浪鼓啊 是卖布的 打硬鼓的 这都是收鼓动的 所以完全不一样 听的声音不一样 那打小鼓是 嘣 嘣嘣 就是一下再两下 嘣 嘣嘣 这么打 他都有信号的 他不能随便改 所以呢 这个英国诗人呢 他对北京的这种广告的乐器啊 代表了各 每一个行当呢 就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主妇们啊 过去的人都知道 一听到什么声音就知道 接着是干嘛的 那么我们啊 这个文字广告 文字广告出现的最多 就是报纸和杂志 对吧 这个 那么 实物上有没有 也有啊 比如我们最早的广告 能看到的 就湖北呢 鄂州就出土 出土的那个青铜镜上 就有这样的字 叫什么呢 叫王室 坐镜 真大号 姓王的 坐的铜镜 太好了 哎 这种广告就比较直接 这个广告说起来 都是一千多年前的广告了 那我们看北宋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啊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啊 边梁城中 那个各个路口 各个这个商店门口都有幌子 都有广告 上面写的是你的字号什么 店名什么 物品是什么 是吧 有的还画上画啊 图文并茂 那么这些广告啊 这个写成 有的就写成文学作品 你比如对联形式 诗句的这种形式 它都属于带有文学性很强的广告 当年苏东多啊 就给一个卖伞子的一个老太太呢 写过一首广告诗 这广告诗是这么写的 说先手啊 先手搓来玉米云 碧油煎出嫩黄身 夜来春睡 知青众鸭扁 家人缠碧金 你说什么叫缠碧金吗 碧串 我们博物馆里就有这种收藏 黄金的 一串一串 现在目前是在这个上海博物 那个官府博物馆里展出 黄金是软的 他过去啊 在宋以前妇女的装饰 重上臂不重下臂 现在妇女的装饰重下臂 上臂不装饰 所以下臂 比如你戴一个这个手镯呀 戴一个手链 你都注重这块的装饰 但是唐宋的时候注重上臂 所以有臂串 那个臂串压扁了 就是伞子这个样子 结果这老太太呢 就把这个诗呢 写在了这个店铺前 生意形容 过去啊 我们都知道 人生七件事啊 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吧 到集市上啊 你看写一字 茶 酒 书 药 米 茂 各个都是一个字 一个字是明确啊 卖什么的 一写茶卖茶的 一写酒卖酒的 一写书卖书的 一写药字卖药的 对吧 一写串 卖串的 今天满街都是一字串 这串有意思 用那灯 我看着那个用那灯 这么来回 折来折去 就是一串子 过去啊 这个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店 这药店门口呢 有一块大招牌 这招牌非常有名 比这个药店还有名 这招牌上怎么写着呢 他说 德爱堂 沈家祖传七代 小儿七真丹 只此一家 别无二处 自打醒 我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 结果呢 这就变成他们家一大招牌 那么这种招牌呢 到了后来呢 还嫌不过瘾 那就有什么呢 旗帜广告 我们现在看的最多的就是旗帜广告 过去还有灯笼广告 那么过去呢 那个不没有像现在这么奢侈啊 现在有时候一到某一个城市啊 赶上一个什么什么交易会 满街桶子都是那个采旗飘扬 是吧 那么过去啊 过去的这种旗帜广告 登录广告 怎么没这么夸张 那么这种旋帜啊 就所谓所谓旋帜 就是把旗帜旋起来嘛 我们现在往往都是竖着 因为受现在电眼杆子影响 你比如 我们有时候从机场回来的时候 一看这个机场两侧全部都是旗帜 那么 这些旗帜呢 都是这种竖条形的 那过去经常横挂着 所以叫酒望子 远远的一看就知道卖酒的嘛 这些都是一些标志 所以一看到这个 这个幌子就知道里头是干嘛的 印刷 印刷广告呢 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呢 就逐渐逐渐就有了 因为印刷广告是最为方便的 我们今天的这种小页的啊 撒传单式的这种广告 还是印刷广告的延续 我们现在能看到最早的 这个印刷广告 广告是唐代的啊 唐代的出土过这个经文上面 一看就是带有广告性质了 纸边上还写着啊 什么什么访 什么什么铺发售啊 写着这样的字样 就写得很清楚啊 跟现在的广告要素 基本上都都一样了啊 比如宋代 很多小商铺上 已经很流行用这种纸样的广告 这种广告呢 其实在我的小时候 还看得见那种包装纸上 盖着大红张 各种红张 卖什么的都盖一张 就是实际上 他就是买来的这种包装纸 每张包装纸盖一红张 然后包起来 给你包起来 你回去一看 就知道是这个店买来的东西 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一物两用 既当包装纸 又是上面做了广告 好的广告啊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比如你要年轻 你可能能记住啊 十多年内的好的广告 你要岁数大 你可能我一提 你也能想起来几十年来 有多少广告 给你强烈的印象 比如早年啊 这是我那时候在出版社 就知道了 就说科达广告 科达现在都没了 这公司 科达公司由于数码 相机的革命 愣吧 这么大庞大的一个公司 那是原来奥斯卡 这个发奖的永久赞助商 居然没了 科达广告是这么说的 说年快门 其余我来 你只管照相 胶卷啊 冲洗啊 相纸是揍我的事 所以呢 这个广告很体贴人心 你比如英特尔公司的广告 给电脑一颗奔腾的心 这话说的非常坚决 我比较喜欢中国武矿公司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国有公司 武矿 矿山的 它的广告词 它的广告词八个字 叫珍惜有限 创造无限 珍惜有限 很符合今天的这种环保精神 因为只要你去挖矿 不管你怎么采取措施 一定是对这个地球有伤害的 所以要珍惜它 珍惜有限的资源 创造无限 我们人类毕竟要往前走 所以很多 这个地球上的物质要为我所用 所以要创造无限 有一种 最近有一种什么饮料吧 叫尖叫 是吧 说让你心跳不如尖叫 这个就比较讨巧 有一个广告词 我看看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 多一些润滑 少一点摩擦 你们猜在这什么广告 别想歪了 润滑油 就是润滑油 最肉麻的广告就是 它好我也好 我好它就好 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这是最肉麻的广告 那么我们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广告 是介事 介事 我觉得早年 郭德纲最爱说的就是 床前明月光 我叫郭德纲 是吧 这个就是介事 还有众里寻他千百度 要他几度就几度 这是什么广告呢 冰箱 我们有很多好事者 把广告呢 融进了过去苏氏写的两首最著名的江城子 第一个就是老夫疗伐少年狂 至甚亏不寒堂 紧冒雕囚 千计用康王 卫豹青城隋太守 三百年九之堂 九憨凶胆尚开章 西瓜霜喜之狼 池节云中三斤葡萄糖 慧婉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阿敌王 你想容进多少广告 还有一个 还是他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横元祥 羊羊羊羊 千里孤坟 洗衣用齐墙 纵使相逢应不实 补维C 十二康 夜来幽梦呼还乡 学外语 新东方 相顾无缘 洗衣洗更健康 料得年年断肠处 找工作 富士康 你看富士康 招工招的多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媒体时代 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容易被广告左右 我讲过 今天跟过去不同 不是物以稀为贵 而是物以知为贵 一定要让他知道 他才有价值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应该强调 或者说我们应该培养 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铺天盖地的广告中 我们要有一个自我的判断